所有的歌手家都是孤独的 电竞时候是找塔城人的无价宝 我年纪的时候天天打的 老人说不能打 我们人律是口子里面供难的 研究灵能力 关系到我们人律的自身 林长律师关系到我们人律的自身 只有人会问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未来是什么 人会问 而其他动物不会问 我们要站在林长律的位置上 才能更明确地知道人是怎么回事 龙老师您有时候会开车来是吗 有时候开车 以前我找猴子的时候 那是坐公交车 公交车那多长时间 以前我到营地是从昆明出发10天 那您光路上就要10天 10天 来回20天 因为走路还要3天 走哪去呢 就是走到我的野外的营地的地方 有一些路会比较危险 有时候会有危险 特别是下雪天 有时候雪特别厚到什么程度 可以把一个人都埋了 那种天气您也来 那个天气经常来嘛 不是说你也来 1085年第一次来白马雪山 为什么就有一种想法就是电金四侯需要你 我开始做的时候全地球还没有一张图片 来到地青州 跟这个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一谈 发现 我说你们见过电金四侯吗 他们说见过 我说他长什么样子 我说黄黄的毛 尾巴短短的 所以我是看过这个电金四侯的标本的人 我当然知道别人讲的是错的 保护者并不知道他的保护对象长什么样子 那这个问题很大呀 对 那他保护什么样子 对呀 他能够真正能够保护他们吗 我觉得我有责任去改变这个状况 其实您选择这件事情 首先要相信它还存在 我相信它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事实是 我后来从来没有看到那个地方的那一群电金四侯 那就是彩标本的那个地方 所以那一群后子 我相信是在我来做电金四侯之前 和他们彩标本的那段时间之间 已经消失了 什么原因呢 我认为可能还是人把他杀掉的 因为这个猴子自己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 我根本不相信这个猴子会自己死完 城市里面还是有牛的 他还掉头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还限定你开50公里呢 上 从来都没有过 这就是入口吗 游客来也是从这里走 这个叫做一号关火点 猴子每天去的地方可能都不一样是吧 每天必须不一样 否则的话它在一个地方待时间太长了 会把这个地方的树全部搞死掉 那我们会人为干预吗 如果它不走的话 人为干预对 我们可以先去看看 猴子把这些全部吃完了没果子了 你可以看到哪里还有果子 这地方挺靠下的猴子都会来 你能找到一个果吗 这还真是吃的一颗都不少 但是我们要这样看 它吃果其实是好处 这个种子要想发芽 必须要远离母树 所以我们猴子吃了 把它种子全部干干净净的 带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对这个物种的繁育其实是好的 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它是在做坏事 其实是在做好事 就在这里了 那个猴子下来了你看 那好几只猴子过来 猴子认得您吗 我估计它认得的 因为猴子的势力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它 看得不清楚 但是它看我们很清楚 因为它眼睛里面分辨率比我们这高多了 这公猴子和母猴子怎么说 这是货鼻 你看看公的 你看它头发是往下的 有刘海的 你看没有 你看到有刘海没有 那个头发往前有刘海 然后瘦着的像火箭一样 那个是母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那个母的它毛短嘛 但是这个呢你看它也有点 它也有点翘起来 因为它现在它年纪大了以后 它有时候逐渐的它也会 毛短 但是呢 有一条它明显的是比公的小 个子小很多 你看吧 它比公的小很多 还有一个 它这个整个那个臀部的毛啊 没有公的白 也没有那么大 还有那个尾巴没有那么粗 公的那个尾巴也粗大一些 可以看每个猴子叫什么名 你们都能记得 我看它们都长一个样 那不是的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护猴队员 他们一般是两个人到三个人管一家 啊 管一户猴子 一共有多少 一共一家们是二十多个人呢 这是为他们吃东西吗 我们这个叫做捕食 因为这个树上没有了 呃 所以补给它一些这个松果 天黑之前 我们这里要给它 那个时候保证每一家 每一个个体都吃到 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家庭管理员 他就会呼唤自己家庭去 那我们找颠金丝猴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就通过什么方式去找它 我以前找猴子 那就是 我要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去寻找 这个地方最强的猎手是谁 首先第一个打听 不是找猴 而是找人 找到了最强的猎手 然后请他带我上山去找猴 最后这个最好的猎手的话呢 都变成我的同盟军 都是当地最坚决的电竞社保护者 您知道他们打猎的时候 每个月的收益是多少吗 其实他们往往没有什么收益 安山下扣 吃的不够 所谓安山下扣就是到山上去下套子 到处转山 作与摸虾要饿死全家 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野生动物是越来越少了 哪还有那么多猎物 其实很多猎人 直接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他们在山里面走的时候 他们也发现 现在猎物越来越难打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这个余建华 余建华就是他了 你好 没有这个余建华嘛 我们不用想这么近的看猴子了 您每天工作都做些什么呀 我每天工作是 下午 走山一起来就就六点 六点起床 带上食物 猴子的食物 松萝白菜一直站到盒子在什么地方 到那里 九点注意以前必须到盒子边上准时喂食 只是要喂他早饭一顿饭 嗯对对对 中饭晚饭他们自己解决 嗯对对 您以前就是也是打猎的时候 以前是练的我年纪的时候练的 天天打猎嘛 这有的时候也会打到他们 没有没有不打 年纪的时候跟老人为什么不能打盒子 老人说不能打 我们人类是盒子里面供兰的 盒子就是不能吃 就没打过 那您后来为什么就不做打猎的事情 啊后来嗯保护这个呃也是动物嘛 目前呢你的带也少 但是以后是啊你们的你那你们的代价是盒子会带 带得出来的 所以所以也是慢慢慢慢会化了起来 最开始保护是做什么工作 最开始保护是啊比较辛苦的 就找找猴子嗯怕人一锅里到一锅里半 就听听见人的声音就他跑跑他跑我也跟他走到处都要搞死痛嘛 他怕他套死了就不是保护嘛 刚开始的时候我家里人天天给我吵架 为什么吵架呢 十天拉了一双钱 盖了十二年是一天才是六块六块钱的 十二年嗯 然后十二年之后就有了这个地方 十二年之后 猴子引下来我 嗯把第一的地方 那现在收入怎么样 过去是六块钱嘛一天六块钱 现在我们一个月一千八百块 嗯啊 但还是没有呃 五险一斤 有万保险是有 有保险 有保险 没有退休金 没有退休金 没有五险金 那未来怎么办呀 自己解决吧 慢慢去 没办法自己解决 嗯 您觉得还能做多久啊 可以没生病的话就走不到两天了嘛 您觉得您在做这个工作啊 意义是什么 保护眼神 都保护心理就是值得了 非常满意 我这里有一本 生出的孩子 你看啊 哦这是每家每户生的孩子 您都记了 嗯 红点今年就生了一个孩子 是大年初一 嗯 嗯 1月25号嘛 今年 嗯 嗯 这个五个家 呃 生了一个 俄务家生了两个俄务家 你看 他的第一 有个老婆叫春芬的生了一个 你就凭着 今年他们这地方生出来的 是 呃 是11个孩子 按照国际上 如果是真正是按照他的销售价 那是多少钱 嗯 我估计一只都可能是 呃 到500万以上 啊 他们可以售卖吗 但是这是不给他权利而已 啊 但是他价值是有那么多 嗯 其实这个地方很晚才进入保护区啊 1999年才纳入保护区啊 就是说他们的努力 让滇进去猴群 比如说我们这一群猴子 已经从过去的200只 已经增加到1000只了 嗯 但是仍然 嗯 没有得到社会上的公认 总有一些他们会 啊 会心灰意冷的 嗯 我不希望看到这个心灰意冷的来点 所以有的时候您在生活上能帮的地方也会 哎 我能帮 就是帮一点点 尽我所能吧 嗯 哎 哦 爷爷 嗯 爷爷咯 这是给妈妈的 这个 哎 啊 嗯 谢谢爷爷 爷爷包包 哦 谢谢 他们有的时候会跟您讲这个事情吗 他们不会讲啊 啊 啊这就是我们的村民的可爱之处 啊这就是我们的村民的可爱之处 他们就是某某的这这种他们没有没有提过要求的也没没跟我提过 保护区里面的保护区里面的有些人也跟我说哎呀容老师啊他们那些人嘛啊有没有读过书 嗯 有这个待遇已经是很好的了啊 我说这是你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啊 我觉得他们的付出和他们的回报并没有得到啊并不是平衡的因为我知道每年的出生的这个表啊都是多么的重要 现在猴子不在这边啊猴子是那个后面一点点其实你别看着一点点走路啊可要走三天的路三天啊我在那边还找了很多虫草呢包括这个项目全部都走完个了啊 这个上面全部走完了翻山过去往往那个后面那个地方全部走完过了 王老师当初就是这样的环境是我也都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以前呢我们那个营地啊其实就在4300米的位置上比这个还高了这才4200米啊比这高100米啊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啊我们的床下其实都是冰铺上那个垫子以后褥子在冰的上面 那有没有遇到过没有吃的的时候是经常有的主要是这个猴子那个活动方面实在是太广啊有一百多平方公里 当没有吃的时候我们就到当地的木棚他们那里一定都有食物的 您不觉得很辛苦吗那么多年都在这种环境下我还是很享受的哦很享受这个过程当你看见那么漂亮的猴子啊你望着那么美丽的景色人还要什么呢 其实您这个工作环境啊跟很多人想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 对我的工作环境不一样但是我的思路还是很一样 因为我们做科学的人永远是用一种科学的思维去思考问题 我们要填补人类知识的空穴清楚的理解我们人类在过去回答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哪些问题还没有被回答可是这样的眼光的话只有我们科学家要说出来 因为我们的这些东西传播出去以后才会引发我们这个学科的粉丝嘛 没有粉丝那我们这个学科就无法在社会立足嘛 我一生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 我就守着我这最美丽的这个生命 我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将来都有一种那个科学的思维 都能以一种结构性的方法去观察认知世界 您觉得研究电击自豪它的作用是什么 灵长内是关系到我们人类的自身 生命生态系统里面我们关注的是灵长内 凡是有猴有猿的地方那些生灵生态系统 就是最重要的生灵生态系统 所以您其实保护电击自豪的目的不单单是保护这个群体 对要把这一部分生态弹性最重要的生境要把它保住 就使得我们这13亿人的生存是有保障的 所有的这个科学家都是孤独的 因为他都有很多是不被别人理解的 但是人类的认知总是一个过程 也许那天我不在了 但是随着实现的退役 电击的时候一定会被更多的人认知 它的价值所在 他们为了这13亿人的出品 在这15亿人的出品 对这13亿人的出品 所以他们被感兴趣的 对这15亿人的出品